小伙伴们大家好 本期视频继续我们的奇葩相亲之旅 女生相亲就带着三个男闺蜜 相亲现场举止亲密毫无界限 而男嘉宾的做法也是绝了 首先还是介绍一下本期视频的男女嘉宾吧 今天的嘉宾一出场可以说是阵容非常强大 这中间的女生就是今天的女嘉宾了 一手抱着一个男生就这样出场了 脚下如果再铺上一条红地毯 给人一种参加时装秀的即时感 这相亲带闺蜜的我们见过 这带着两个男闺蜜的我还是第一次见 不仅如此这三个人还都曾经来参加过相亲节目 本期交女嘉宾贾女是23岁 身高168月收入3000 上一次来到节目的她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希望对方性格不要太急躁 温重沉水的 再重新有固定的煮饭 根据贾小姐的要求 节目组找到了一位条件很不错的男嘉宾 但当时由于男嘉宾建议女嘉宾过往的感情经历 最终两人没有牵手成功 那么再次来到节目的她又会有什么样的要求呢 她是勤快笑着父母热爱旅游 能帮自己安排好一切 女嘉宾已经不是第一次来相亲了 之前我对她的印象还是很不错的 但是她今天突然一下就改风格了 可怕的紧身小B裙 粗跟鞋 再配上那个浅色的丝袜 看上去整个人起码老了十几岁 根据女嘉宾的要求 节目组找到了合适的男嘉宾 本期交男嘉宾杨先生25岁 身高170 月收入5000元 杨先生是一位年轻的计算机培训师 也是节目的老朋友 之前也曾经多次来相亲 在上期节目中 杨先生因为在细节上 没有照顾好女嘉宾 随后遭到了女嘉宾的拒绝 所以说这次来 她特别注重细节问题 刚一出场 男嘉宾就颇有心得的讲起来 和女生交往中要注意的细节 女生相处的时候 一定要注重一些细节问题 很多女生在意的是有一些细节 当你注重到某一些细节的时候 那么可能女生会因为那一个细节 而被你感动 不得不说 这总结还是很到位的 那么问题来了 这么细节的男生 为何到现在都找不到女朋友呢 会不会是因为太细了呢 再次来相亲的男嘉宾 要求还是一如既往 要求学历在大专以上 性觉爱好最好和自己相同 按照预定时间 男嘉宾也是早早的来到了节目现场 就在男嘉宾和主持人聊天的时候 一位神秘嘉宾却出现了 竟然是母后情感导师肥桃来了 对于男嘉宾肥桃给出了非常高的评价 还不忘给男嘉宾传授一套撩命小技巧 我觉得你看起来很可以啊 应该是我应该点评过他 他印象很好啊 嗯哼 因为我觉得那种一个人住 然后把自己的生活 那个料理的很好的男生 我一般会给高分的 嗯哼 我觉得很棒啊 我觉得跟女生 女生约会有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就是一定要尊重他的意见 就我先询问你 你喜欢哪些方式 在他没有主意的时候 就会我建议 我们待会可以做什么怎么怎么什么 你先搭给他 给他说一下 我觉得一般说来 女孩子都不会反感这样的安排 哎大家一定要好好看 好好学 说不定以后就能用得上 有了飞桃老师的助力 男嘉宾也是信心被增 现在见完桃子姐之后 整个状态 会不会发生一些改变 感觉信心被增的那种吧 感觉信心被增的那种吧 就在这时 主持人指出 正在和三个男生玩的不意悦 或者女生就是金钱的女嘉宾 男嘉宾对女生的第一印象 可以说是很好了 身材和样貌都达到了自己的标准 就在这时 女嘉宾和舅友团 亲密的互动 刚好被男嘉宾看到 看到这一幕的男嘉宾 也是非常的大度 表示自己不建议 本以为今天的相亲 会顺利进行下去 结果才刚刚见面 主持人还没来得及介绍 就被男嘉宾拉到了一边 矫停了拍摄 表示不愿意再继续下去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刚刚还对女嘉宾非常满意的她 突然连和女嘉宾 正式见面都不愿意了 原来男嘉宾这一番态度的变化 仅仅是因为女生的一个小动作 当着男嘉宾的面 女生居然和男闺蜜抱上了 我说女嘉宾 你这哪是让他们来加分的 分明是来减分的 虽然刚才男嘉宾说 不建议亲户团 给她披上披肩 但是似乎肢体接触 是她无法接受的行为 你和男生玩得再好 也不能不注意场合和分寸 到了这一步 女嘉宾在男生心中 已经毫无现象可言 说着男嘉宾就要结束今天的相亲 不想再把她继续接触 不想再继续了解下去了 不难看得出 男嘉宾确实很不满 但为了两人能够化解这个误会 主持人也是特地的 制开了亲友团和女嘉宾 单独聊一聊 另一边编导也在劝着男嘉宾留下来 在主持人和编导的劝说之下 女嘉宾也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对 也许是因为我们是多年的朋友 所以说有时候动作吧 会比较那么清理一点 而男嘉宾也是很不情爱的留了下来 这一节目组为的节目素材也是用尽手段 不管怎么说 男嘉宾总算答应留下来了 女嘉宾也是向男生导了一个歉 这男嘉宾都答应留下来了 三个亲友团也总该离开了吧 没想到在接下来坐下聊天的时候 三个人非但没走 还寸步步离开的和女嘉宾身坐在一起 这就让男嘉宾有些不满了 男嘉宾和女生刚介绍完名字 三个亲友团就向男嘉宾发起了轮番提问 首先就是坐在一边的胖子发起了提问 问起了男嘉宾的经济问题和结婚计划 这个亲友团的话题才刚落下 还没等男嘉宾送口气一边的黄毛又立刻发问 黄毛也是哪呼不开提哪呼 问起了男嘉宾对刚才的亲密接触有什么看法 而男嘉宾的回答也是相当直接 这下女生和旁边三个狗头军事都不满意了 再次向男嘉宾发起轮番进攻 看来在两性有余这个问题上 男女嘉宾始终都有着非常大的分歧 场面一度陷入了尴尬的局面 到了这一步 女嘉宾直接忽略了旁边的男嘉宾和一边的亲友团聊了起来 看到这一步的男嘉宾借着买水的机会产机离开 而女嘉宾却只沉浸在和朋友的聊天当中 却丝毫没有发现男嘉宾迟迟迟没有回来 直到服务员端来了 男嘉宾特地给女生点的热饮主持人才发现不对劲 赶忙追了出去 这时男嘉宾打来了一个电话说自己已经走了 通常来说不辞而别的嘉宾都会被我基于很低的评价 但我只想说男嘉宾做得非常好 礼貌而不尴尬地给女嘉宾买了一杯饮料 至于那三个亲友团 我觉得你们一口水都不该喝 真不知道这仨人到这里是干嘛的 你们完全是来帮到忙了 好了本期视频就是这些 欢迎大家留言评论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